今天五十零分,太阳到达黄金一百二十度,大鼠到了,大鼠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,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。 今年全国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,三千金也不例外,上征下主油如蒸笼,到底怎么保养才得宜?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大鼠养生的那些事儿。 大鼠饮食把握三原则,第一,多吃些早食健脾的食物,大鼠食节,除了炎热外,还会出现多雨或阴雨绵绵的天气,气候表现特点,以潮湿温热为主。 所以从传统养生学的角度讲,特别要注意对鼠式的预防,鼠式侵害人体可出现胸壳满,饮食无味,口中粘秘,头昏脑胀,肢体困中等症状。 所以因应消暑清热,跨湿健脾的方法进行预防或。 第二,一气养阴的食物不可少,大鼠天气酷热,出汗较多,容易耗气声音,此时,人们常常是无病三悲虚。 因此,除了要及时补充水分来,还应尝吃一些一气养阴的食品,以增强体质。 只是热这些无细可乘,但所选食物一定要清淡,不可过于滋味,否则极易耐味,导致消化不良。 如山药、大枣、海参、鸡蛋、牛奶、蜂蜜、莲藕、莲藕、豆浆、百合粥、菊花粥等都是夏日的进步佳品,可根据个人口味选用。 第三,蛋白质供给食充足,大鼠气温较高,人体新陈代谢增快,能量消耗大,因此蛋白质的供应必须逐量增加。 每日渗入量,应在100到120克位移,植物蛋白可以从豆制品中获得。 动物蛋白除了奶制品外,还应是等吃点肉。 夏季的肉食,以鸡肉、鸭肉、瘦猪肉、隔肉等平性或良性的肉制品为首选。 大树养生讲究就凉必暑,但天气热,胃口畅,身体抵抗力也会降低,粗粮不但营养丰富,而且荞麦、玉米等都是良性或温度的食物。 夏天吃正合适,大树吃苦有讲究,大树一到,醉意上火,此时很多人就会买两根苦瓜或两巴或青草以败火,而这吃苦也有讲究。 不要以为吃的苦中苦,就能换来干中甜。 从中医角度讲,苦味食物都属于含量性质,具有清热性火,造湿渐味的功效,因此特别适合于在炎热的夏季食用。 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吃苦,体质比较虚弱者不宜食用。 一般来说,老人和小孩的脾胃多虚弱,不是宜过多的食用苦味食物。 脾胃虚寒,满腹冷痛,大便糖些的患者,也不宜食用苦含食物,否则会加重病情。 淡淡的苦味具有健脾开胃的作用。 欧洲人在宴会前喝的开胃酒,就有淡淡的苦味,用来增强人的食欲。 对于夏季食欲不好的人来讲,苦味食物可健脾开胃,但过重的苦味或进食苦味食物过多,就会引起肥不不适、恶心、呕吐或吸血等副作用。 所以吃苦味食物,要适量。 大鼠吃姜以羊之羊。 严格的说,有些人适合下吃姜,有些人则未必。 那么你是否适合呢? 7月23日是大鼠节气,正值中福前后,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。 天气这么热,还要吃新姜防鼠。 这到底有没有道理呢? 按照中医理论,人在夏天容易阳气太盛。 此时多吃新姜,比吃冷饮更能平衡身体内外的阳气。 缓和情绪。 另一方面,夏季暑热,不少人会食欲不振,而生姜有益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,还可以帮助防鼠和杀菌。 因此,夏吃姜还是有科学道理的。 最后专家指出,夏季预防中暑,您注意合理安排工作,做到劳逸结合,避免在热日下暴晒。 注意室内降温,睡眠要充足,讲究饮食卫生,有条件的人,进入夏季后,一场服用一些方向化粥,清洁湿热脂肪。 大暑时节,人们情绪容易烦脏,激动,喜欢乱发脾气,心情不好,应注意进行日常自我调节。 调息静心,常如照雪灰心,是古代夏季养生的原则。 日常生活中,切记过于激动,急遭犯怒,在大树之日,可练习寒养心神,压抑辛火,达到新镜自然凉的境界。 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候,你准备好了没? 综合人民网,人民日报微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那么晚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